故事還可以有很明確的目的 我們又看另一段片 這段片其實是講一個探遊井的人 以前在美國沒有現在這麼高度發展 可能在十九世紀 即是一百多年的時候 其實很多荒野的 而那些荒野下面可能埋藏了很多油田 問題是如果我找人一起來探遊 找你們全30個我要付錢 萬一探一年兩年 什麼都沒有 那我就蝕死我 而且可能我探到遊之後 這個問題就會發達 對不起 會發達 問題是你也會貪 你也會搶我 所以有很多人 如果他已經找了一些人探遊 這個本身的老闆就很怕被人殺死 結果他們會怎樣 很荒謬的事情 很難以置信 他一個人去探遊 我有一段片是沒有對白的 是外國的影片來的 是荷里活的 他是一個人探遊 我們看看發生什麼事 什麼事 既然沒有對白 又不用字幕 挺好 他一個人拿著床桌去刮 根據他的經驗 他覺得這裡有 但是不知道有沒有 很清楚他想做什麼 很清楚他想做什麼 所以他一直在探遊 所以他一直在探遊一些 有天然成份的石頭 可能是有些礦物質的 但是一個人怎樣去探遊 這件事很絕望 1898 他開始探到一些東西了 會閃的 是不是 似乎有料到 這次 所以他就打算用炸藥炸開 很危險 這件事 點火就立即爬上去 是不是 點火立即爬上去 如果你走遲些 就會炸死你自己 真的 被人跑 真的 他要拉回他的工具上来 你猜他发生什么事 他的工具被炸了 然后呢 挺好的 然后他没有工具继续画 没有工具继续画 是吗?但是如果这样炸了里面有石油 那就不用自己画了 立刻叫人来画 立刻给钱了 是吗? 是啊 那我们看看他发生什么事 有黄金 他现在下去看看 这条梯这么确实 哈哈哈哈 非常好 刚才哪个说的? 22号 又是吗? 吴蕊峰 吴蕊折 好 太好了 给你一个 说得好 炸了 那条梯很脆 然后真是乱当 我们看看接着怎么样 他跌断了脚 他跌断了脚 有吗 他不会等谁呀 吴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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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不会呢,你断了一只脚,但是你发现这一个位置有杂料,真是有石油,你会怎样呢? 我会找人,但是一百多年,十八年代没有电话,是呀,没有电话,怎么办呢? 先自救,怎么自救呢?他断了一只脚,咬回来,怎么咬? 手,然后咬插一下,好,你是杨子良,是吗?是呀,我给你一个剃,有估计而已,我们看看是怎样的一回事 你最好能忍住那一只脚,最好吗?他断到不能走,我们看看他怎么回事 他在什么位置呢?他就… 刚刚爬上去,是不是?是呀,他就… 用个背脚这样扭回去,但是多久呢?没有人知道 结果他真的回到去召唤,亦都因为这样他变得很有钱 但是,很讽刺他去挖第二个油田的时候,一个不个二,他就死了 他的…他的…他的…伙伴,他的拍档,因为这样呢,更加冷手执过热战队 那些的财富全部在他的伙伴手上 他想说什么?同学,这个人物,这个角色,他想… 得到一些油,而致富,目标明明确,清不清晰? 我们很清楚,他想做什么?他大事到个地步,对脚都断了 他执到够,肯定有石油的石头 然后他知道,我死了 我只要剩下一口气,我都一定要召唤回去 我这么辛苦挖油田,被我挖倒,我不死了 我一定要召唤回去 在一个故事,当然我们看到这个人的意志 和他的欲念,他很想… 是呀,而最重要是什么呢?在一个故事上 人物一定要有很明确的目的,他要做什么 他要挖油田,他要致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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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